日本文化廳近日公布一項調查紙 由於中國翻版動漫業槍決 估算國內市場每年損失約2300億人民幣 中國動漫界雖然給人的印象很壞參半 但有網站就堅持原創 用了接近七年的時間 支持和資助多位獨立漫畫家 成為中國動漫界的一點清存 正正就是有妖器 這個網站2006年開始由周正奇創建 全名是有妖器原創漫畫夢工廠 他們最大的特色是網站內所有作品都是原創 周正奇表示國內的原創漫畫一直都原地踏步 所以促使他創建網站 他指出文化和人都不可以複製 所以一直堅持原創到現在 要在黃雲作品內脫魂而出絕對都不容易 十萬個冷笑話是有妖器的代表之作 這套漫畫踏入2013年起 累計播放率已經超過7000萬 難道這才是象棋的真正玩法嗎 我認識的象棋完全是錯誤的嗎 我之前的人生都敗活了嗎 厲害吧 至少會去做一件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會讓整個電影 或者讓這個片子會非常有意義 說到冷笑話這個片子 我希望它是一個適合成年人看的動畫 或者應該說是一個適合大眾來觀看的一個動畫 在劇情方面的話 其實我們更加希望用一種成年人的思維 成年人的語言來表達 或者說讓大家喜聞樂見的人用心事來調達吧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廣大愛好者真正所需要的東西 而最新一集的十萬個難笑話更加請來周杰倫做配音嘉賓 他希望借動畫的市場 宣傳他將會上演的電影《天台》 自己的第一次 哎喲不錯喔 起來吧 你就是昨日拜我門下的那個誰啊 那這個錄音呢 平常在唱歌錄音是感覺完全不一樣 要去想像那個畫面 小甘香氣啊 香氣可是國翠啊 商場這會兒還沒有香氣吧 我覺得想像力非常豐富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到時候呈現出來結果是怎樣 版權保護一直是互聯網世界的難題 不論是有妖怪還是十萬個難笑話 可以堅持原創易流而上 的確是值得我們的支持和鼓勵